台中一位家长在脸书po文爆料 说傍晚要去接小孩下课时 经过东区环中东路 竟然有卡车司机为了买槟榔 违规停在路边挡道长达五分钟 让家长气到po网路来公审 甚至也批评这个槟榔西施 当时传的衣布壁体 难道是在卖肉麻 这样的发文引发网友讨论 很多人看了认为 违规就应该检举 但是没有必要牵扯到槟榔西施 路边槟榔摊做生意通常就像这样 把车聆停在摊位前不用下车就能买 但这聆停一下下去挡道后方车 引发争议 就有民众po文 17号傍晚他赶着去接小孩 虽然东区环中东路 硬生生被一辆卡车挡了五分钟 他抨起卡车司机宁愿围停吃罚单 也要跟槟榔西施聊天 接着炮火还指向槟榔西施 说他们伤风败俗一不避体 到底是卖肉还是卖槟榔 po文一出反而让其他网友 看了气泡泡大骂职业歧视 人家不投不抢关你什么事 穿着清凉就被骂成这样 活该你顺风便逆风 当然是心理上也是说不高兴 但你也是要生存 也不敢说对得错 很危险 一个巴掌打不响嘛 有卖才有卖 重回现场观察 双向两线车道没有路肩 外线车道紧铃的就是人行道 通常邻庭买冰榔 碰到上下班 尖锋车都恐怕只会让交通更加用色 本分局上午接获民众全局报案 汽车驾驶人以违法妨碍 其他人车同行处走违规停车 对此警方表示 关于这类违庭可依法开罚600到1200 至于槟榔西施穿着清凉懒客 要是有涉及妨碍风化或其他不法情势 也将依法就办 接着将世界台中参谱 感谢观看 次回予庭